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大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1054 从心问寻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 心音 学佛的重点是在于这一颗心 心是谁创造的 是心创造了自己 还是自己创造了心 我这么讲是要你们起疑 举个例子 我透过物质现象沟通 我们为什么无法透过心灵现象沟通呢 因为我们太不了解我们的心 其实这一点也不神秘 每个人都会这种状态 只是大家已经遗忘了很久 天人就有心灵沟通的能力 又何况层次更高的人呢 你不是要学方法 而是要去找答案 修行 我们谈见修和顿悟 大部分人都支持见修 要从见修 要从谜见修 到悟 我问你 不孝的人如何见修变孝顺 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孝变孝顺是见修的吗 你应该研究如何教育一个不孝顺的人变成孝顺的 还是探讨他为什么不孝 并非我慢慢告诉不孝的人怎么孝顺 而是他的内在一定有癥结 譬如 他一出生 母亲就对他不好 或是父母做过什么事情 或许怀胎时 父母就对不起他 从出生到现在 产生很多不愉快的原因 让他发自内心 没办法孝顺 第二个原因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他到底被什么东西悟到 第三个原因是最深的 是人类根本无名的 在他未出生前 在他的黑盒子里 他就是这种状态 这个癥结一开 一切就开了 第二个概念 你幸福吗 如何才能幸福 顿悟不应该用这样的问法 会这样问的人 就是会这样思考 会这样思考 就是有这样的心态 幸福在外面 所以才问如何达到幸福 即如何追求到幸福 以这种模式 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 这就是见修 在佛教界 真正认同顿悟的人 少之又少 很多人在谈唐经 骨子里 还是见修的思想 顿悟的问法是 什么是幸福 这就是开始疑惑 如何成佛 这个问题是见修 什么是佛 这就是顿悟的问法 你是要学习如何幸福 还是领悟幸福 假如你们有四十个人 如果我跟你们讲 如何才能幸福 能追求到幸福的人 几乎很少 但是我问你 什么是幸福 你们在最短时间内 就可以领悟到幸福 你们要觉悟 是很有机会的 如果你们想修道开悟 你们几乎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如果要按部来 来不及了 你还能活多久呢 你们要把名相打破 不要潜意识和表意识 都没办法整合 关键在哪里 你自己思考看看 进入你很深的心 去想一个问题 我的心为什么一辈子 都不得平静 退休的人已经退休了 谈恋爱的人也谈过了 连孩子都生了 连爷爷奶奶都做了 你家也没有什么发生的事 为什么至今你的心仍不能平静呢 你心中的有遗憾吗 你还有愿望未完成吗 还是因为你没有觉悟 这些答案需要我告诉你吗 如果你需要我告诉你答案 那你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 你的重点摆在这里 你只要把它找出来 接着把它擦掉 所谓擦掉是辟语 是多余的 因为连擦都不用擦 简而言之 要恢复本来面目 就像你的脸如何干净 你至少要知道你的脸不干净 然后知道之后 擦掉布不就好了吗 我讲的是直接了当 一翻两眼两瞪眼的东西 你不要用你的那种传统的伤害自己的脑袋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你讲的是你随时会觉悟 如果我跟你讲 我教你降伏其心的方法 反正你就念佛 坐禅 念经 持咒 这些方法 你们已经又很久了 而且很多道场都在教 我并非说这些方法不好 而是你的观念不正确 你用任何方法是没有用的 观念只要一正确 用也好 不用也好 反正就是没有事 当我知道了 我心平静 要用也无妨我的平静 不用 我本来就平静 文后思维 你能够直接了当顿悟吗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贺